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陸訊出任總司令 韓當和周泰啊 聽到前線的消息啊 非常惱火 正要準備出戰的時候 這時候來了一個文官司令 這個人啊 叫做陸訊 陸訊大家還記得嗎 陸訊啊 就是出了這個 為呂盟出了 讓關羽放鬆戒備 自己當上陸口的總司令 這陸訊啊 他就看了一看 韓當和周泰這兩位老將 陸訊閉目沉思了一會兒 突然睜開眼睛 他說 兵力部署怎麼樣 我軍的兵力部署是在山上 山上 蘇軍的部署我剛剛有看過 是在平原上面 平原嗎 如果說我們從高底上面衝下來的話 應該是 居高臨下 勢如破竹 陸訊說 不然 韓老將軍 你這樣說啊 太 太偏重於兵法了 蛤 韓當很納悶啊 為什麼輪到這孫子 為什麼輪到這陸訊來教訓他呢 至少他可是三世老將 這個來龍去脈啊 我就給大家講清楚 自從這死者啊 帶回這個劉備的話之後 啊 孫全絕望的 仰天長笑 啊 到現在 可能沒人可以救得了我了 我只好被成一戰了嗎 這時候看澤啊 他就說 讀者還記得我嗎 我就是赤壁大戰中送了 黃蓋的炸詳性的 看澤 看澤啊 這時候有人就說 這場戰呢 你可以好好的發揮 不過你再也出不了面了 出不了 出不了這演繹的舞台了 看澤啊 對這個聲音啊 就做出了不屑的 一個 事情 他就 對這個人啊 吐了一吐舌頭 他就說 說書人 輪不到你來說我 該退場的時候 我可以退場 說完之後啊 看澤啊 戴著墨鏡 來了 一抱拳他就說 我願意推薦一個人給主公 如果說啊 他擋不住屬軍 我願意啊 以全家的性命啊 為單寶 如果他擋不住的話 手輕輕 砍我看澤 接下來 再把我們家裡面 豬連酒族 朋友一些 朋友啊 親戚啊 所有有關聯到的人啊 全部都殺得一乾二淨 沒關係 孫全啊 看到啊 看澤有這麼大的擔寶 孫全啊 他就說 你看著辦吧 看澤 看澤啊 就說 那不行 那要由你來批准 好好好 準咒準咒 孫全啊 他很心不在焉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就對他的寵物 貓說 Princess 我們一起來 吃東西吧 這孫全啊 自從啊 好像有點發瘋之後啊 就 有養貓的嗜好 他把這隻貓 他把這隻貓 改名為Princess 哎呀呀 這看澤啊 轉身就要走 張昭就說 停 大家都說 最上無謀 半尺不牢 如果說 你沒有一些虎 如果你沒有一些那個 年紀的話 那麼做起事情啊 是非常不好的 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喔 就是說 有鬍子的人 就要那麼厲害嗎 有鬍子找熟 找談戀愛 這樣子的話 做不成大事啦 那你看 現在啊 現在一大堆人 幾乎都沒有鬍子 都沒有留鬍子 那你看看 女性也沒有鬍子啊 嘴上無毛 那你說 年輕人 辦不好事情嗎 年輕人 辦不好事情的話 說書人 還可以在這裡說書嗎 他也沒鬍子啊 呃 張昭就說 可是我不是指說書人 我是指陸訓 他未免太小了吧 小又怎麼樣 看著啊 瞪了張昭眼 他就說 張老先生 我說這句話啊 可是 有說書人的同意 你啊 當初啊 在赤壁之爭中啊 一直 苦勸主公投降 啊 你啊 嘴上的鬍子 多的是喔 白白的 可是說出來的話 怎麼都 像是沒鬍子的人呢 啊 啊 張昭才就說 好了好了 我不阻擋了 你如果贏的話 我給你一千萬 把你的 把我的房子 全部都壓給你 好好好 看著就說 來啊來啊來啊 看著啊 就把令箭 兵符這些東西啊 全都交給了陸訓 韓當舅說 哎呀 大都督啊 拜託你 出戰吧 陸訓啊 他省時度勢之後 到底會不會出戰呢 請接下來分享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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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